诶,大家好,我是老博士 今天是美东时间的2021年8月25号晚上的11点18分 那么今天给大家录一段视频讲一讲一张图来读懂 HiDollar、HiB它的项目的生态应用 希望大家喜欢 那么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做个免责声明 本来在YouTube社区发表的所有的资料言论 仅代表个人观点 不各成任何投资或者法律建议 投资有风险,入世需谨慎 金融投资技巧是综合素质的体现 需要长时间的经验积累 不要相信也暴富 好,现在我们开始 那有很多新加入群的小伙伴想知道 这个HiDollar、HiB到底是啥玩意 它有啥用 那么怎么来解释什么是HiDollar、HiB呢 那么最方便的一个办法就是看这张图 那么HiB呢 在中间,旁边有六大应用 那这是哪六大呢 第一个呢是叫Assess Tokenization 就是资产的代币化 第二个应用呢 是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就是道 那么道呢 这个中文呢 翻译成分布式 应该叫去中心化的分布式自治组织 那么这是它的第二个特点 那么第三个应用呢 就是它的Travel和Lifestyle 或者是叫做中文翻译成旅游 还有休闲娱乐 那么第四个应用呢 叫做Tele Communication 就是通信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那么第五个应用呢 就是Social Media 叫做社交平台 或者叫社交媒体 那么第六个应用呢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呢 叫做E-Commerce 就是电子商务 那么有这个六个应用啊 导致了这个亥币呢 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一个项目啊 那么这六大应用是怎么回事呢 我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啊 第一个啊 资产的代币化啊 那么从概念上来讲呢 代币化呢 似乎很容易啊 任何人都可以在这个 以太坊的组网上发行这个代币 比如说ERC20的代币啊 或者是任何的其他的区块链代币啊 那么发行了代币呢 就赋予代币的一个合法的权利和所有权 那么您就可以轻松的进行交易啊 那么最简单的定义呢 什么叫代币化呢 就是指在区块链系统上 将资产转化成数字代币 那么代币化和证券化的最大的区别呢 是代币化呢可以编程也就是智能合约 它有这个功能 那么智能合约呢 它具有哪些特点呢 就是可以自动交易 还有计算资产的价格 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 那么资产的代币化呢 已经成为最稳定的企划链的趋势之一 它为交易所呢和市场呢打开了更多的大门 那么代币化有什么好处呢 包括它的增加流动性 加快结算速度 还有降低成本 还有改善风险管理 那么资产的代币化呢 就意味着用户呢 可以以加密货币的形式来交易他们的价值 那么这种方式呢 可以通过交易所或者书面合约来管理 那么代币化资产的发行人和用户呢 可以在不需要第三方的情况下进行点对点的交易 那么这就比传统的数据库和记录要更加的便宜 那么有了这个资产的代币化以后呢 将来你有任何的资产 无论是房产 还有绘画 还有贵金属 还有股票 都可以在区块链上进行这个代币化 那么它就是这个有这样一个好处 那么我们讲回来咱们的这个亥币也是一样的 将来它上了组网以后呢 那么你可以在这上面卖 用这个亥币来买卖任何东西 不管你是卖手机 还是卖汽车 还是卖房子 任何东西都可以用这个亥币来来这个作为一个交换 所以这个是非常的便捷 好 这是第一个功能 第二个功能呢 叫做去中心化的分布式制制组织 叫做DAO 这个DAO呢 也可以有的时候称为DAO或者DAC 它是一个公开透明的军战机代码来体现的组织 它受控于股东并不受中央政府的影响 那么它的这样一个组织的特点呢 是通过企划链技术来提供一个安全的数字帐本 以追踪在整个互联网的金融互动 那么通过信任的时间戳 还有来传播一个分布式的数据库来抵抗这个伪造 那么这种方法呢 使在金融交易中不需要涉及一个 不需要涉及一个互信可以接受的第三方 从而简化了交易的这个手续 那简而言之呢 就是说DAO之所以能够自制呢 是因为这个DAO呢 是根据智能合约的这个规则来自我执行 没有人可以来阻止它 就跟比特币一样 没有人可以阻止比特币 也没有人能够从外部来改变它 因为一个这个智能合约定好了以后 正式发行以后就不能再改了 就跟比特币一样 那即使是中本充 那他也不能再对比特币来进行任何的修改 那这个DAO呢 之所以是去中心化的 是因为它运行在去中心化 不需要许可就可以运行在区块链之上 那么第二点呢 是因为它不像传统公司一样围绕着高管 或者股东按等级来组织 那么DAO的权力呢 行使的是通过集体来进行的 它属于不隶属的合作机制 它的权力结构呢是分布式的 那么中上所述呢 DAO呢在共识机制和分布式网络的 共同作用下呢 成为一种介于产业和企业之间的 这种组织形式 所以呢它是一个新的组织结构 那么咱们的亥币呢 也是属于这种DAO的 这种去中心化的这个自治组织 所以它就是能够 能够更加好的交易 而且是更加值得信赖 好第三点就很简单了 它是休闲和旅游 那么HAID多了它的项目方呢 它有计划和一些航空公司啊 酒店啊度假村啊 等旅游景点来合作 让他们呢能够接受亥币来支付 那么根据咱们亥币会员的会员等级 那么这个等级呢 就是由你拥有亥币的数量来决定的 它分几个等级 那么等级越高呢 它就能享受更多的折扣的幅度 还有一些其他的好处 所以大家要多多的囤积亥币 你的亥币在手里越多 那么你的会员的等级就越高 那么你能享受的各种 优惠折扣呢 也就越多啊 所以这个将来呢 是一个咱们度假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拥有亥币 好 那这个Telecommunication就是通信 那个这个也很简单啊 那么亥币用户之间呢 将来有了APP以后呢 咱们可以通过APP 可以直接沟通啊 可以进行语音 也可以视频 对吧 那么就不需要支付手机的通话费 还有漫游费啊 只要是Hive用户之间 可以互相加好友 然后就可以直接的通信了 这个就有点类似于微信啊 微信现在已经实现了这个功能啊 我们现在在微 在微信群里可以打字啊 文字聊天也可以语音 也可以视频 而且都是免费的啊 所以这个呢 是非常的方便啊 那么亥币以后呢 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啊 那么第五点呢 是社交媒体 这个也很厉害 这个厉害在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说 亥币用户之间 可以用不同的社交媒体 比如说中国的用户用微信 国外的呢 用电报群 Telegram 或者WhatsApp 或者是台湾的用户呢 用Line 还有美国的用户呢 用Facebook 脸书的Message 等等啊 不管你是使用哪个社交媒体 你都可以加装这个亥币 那么有了它呢 你们可以互相的通信 比如说我用微信 你用电报 我们也可以互相通信 不但可以通信 也可以这个发钱包 发这个红包 可以发亥币红包 可以用过它有一个功能 可以发红包 那么也可以转账 都很方便啊 所以它是通过把不同的社交媒体把全球的用户可以连接在 Habby在一起啊 这个也很厉害啊 那么目前为止呢 它开通了就是一个电报群 一个WhatsApp 那么将来呢 还会开通其他的社交媒体啊 这个也很厉害啊 那么前五点都说完了 现在说第六点 也就是最厉害的这一点 就是它的e-commerce 就是电子商务啊 那么电子商务很多人会讲 那么阿里巴巴不就是做电子商务的吗 对吧 不错啊 阿里巴巴它现在可以做全球的电子商务 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限制 就是它必须通过银行啊 而且它还不能再受美国制裁的国家做生意啊 它的结算还是通过银行来完成的啊 那咱们亥币就不一样了 那么亥币用户之间呢 它是可以在全球任何地点进行电子商务 它是不受国家和地区的限制啊 它也不受这个汇款金额的限制 大家知道我们在中国 普通老百姓去购物汇款美元到国外一年 好像是不超过五万美金的限额 它还有限额啊 那么受美国制裁的国家呢 你也不能跟它做生意 比如说伊朗对吧 那华为的孟晚舟就是被抓起来 就是美国怀疑它这个跟伊朗做生意啊 那么有了亥币呢 这一切都不是问题了啊 而且亥币呢 可以跟任何人做生意 知道它也是有亥币啊 那么而且它付款呢 还有三种方式 以前我也讲过啊 今天再重复一下 就是说第一个呢 用户之间呢 可以用亥币来支付啊 那么你不愿意接受亥币呢 也可以用加密数字货币来支付啊 比如说米特币或者以太坊 或者狗狗币啊 反正你看那个钱包里有很多种币种 它都可以用来支付啊 那么你既不愿意接受亥币呢 也不愿意接受加密数字货币呢 那么我们就用法定数字货币来支付 比如说数字人民币 或者数字美元 或者数字欧元 数字日元啊 那咱们这个亥币钱包呢 它有这个兑换功能 可以把你手里的亥币 把它兑换成加密数字货币啊 比特币以太坊 或者可以把它兑换成这个数字货币啊 法定数字货币 比如说数字人民币 或者数字美元啊 那么都可以来结算啊 所以而且是B2C B2B C啊 C啊 C2C啊 就是客户对客户 商家对商家 商家对客户 都可以用来支付啊 所以它这个功能是非常的强大 而且是别的 别的项目是做啊 不能 不能相比的啊 只有咱们亥币能做到这一点啊 因为它有强硬的后台啊 一般的 它既可以用数字人民币 也可以用数字美元啊 一般的国家 它就没办法用这么多啊 所以咱们这个是独特的啊 好 那么说了这以上的六点 大家都知道了啊 所以咱们这个亥币呢 它是应用前景是非常广泛的 非常有光明的一个未来啊 所以大家呢 好好做推广啊 好 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 我是劳博士